祝我你的最重要的送赞你 祝耶稣我欢喜赞美你 赞美赞美我的救助 祝我你的话说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在我生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而且尊敬这日 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 乘下地的高处 又以你主养个的产业 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主啊出于你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温柔良善的心 能够领受你的话语的教导 能够信服你的话 使我们遵行你的话 成为蒙福的人 主啊让我们在安息日调转我们的脚步 在主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让我们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主耶稣我们要尊重主的圣日 主啊我们要尊敬主的日子 我们帮助我们不办自己的私事 也帮助我们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主就求你用 帮助我们用你的话 帮助我们以耶和华为乐 神啊你要使我们趁价地的高处 让我们的信心生命 为情在属天的高处 不坠落在世俗的仇底的掳掠的里面 主啊又用你所要赐给亚克的 属灵的各方面的产业来养育我们 谢谢主 赞美主 靠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圣经的话说 圣经的话说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 因为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心要终日依靠你 阿们 终包括我圆读 每天天天先回大 请早我其来要沾背骨 请早我其来要沉送主 愿你 花不断闹着我 愿你 不断疯满我 愿你 天天回答 听到 我既敢要赞悲苦 听到 我既敢要赞颂苦 愿你 花不断闹着我 愿你 不断疯满我 愿你 天天天回答 请到 我既敢要赞颂苦 请到 我既敢要赞颂苦 愿你 花不断闹着我 愿你 花不断闹着我 愿你 花不断闹着我 愿你 天天天回答 愿你 天天天回答 愿你 天天 happen 请到 我既敢要赞颂苦 愿你 天天一世 愿你不断终难过 愿你 愿你千回答 愿你 愿你不断终难过 愿你 不断终难过 愿你 愿你千回答 主啊 帮助我们清早要起来赞美你 帮助我们培养一个亲近主的习惯 清早起来就是要来称颂你祷告你 愿你的花不断光照我们 愿你的灵不断充满我们 洗掉我们属自我的灵 血气的灵 肉体的灵 世界灵 撒旦的灵 离开我们这个人 愿你的灵不断充满我们 主的灵是受压制的自由 求主的灵不断充满我们 把我们从血气 老我 肉体 世界 在撒旦人意的压制的灵里面 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 主的灵使受压制的自由 主的灵把我们从这些败坏的压制的灵里面 释放出来 使我们从当中得到自由 愿主的灵不断充满我们 让我们这个人是充满主的圣灵 充满神的灵 充满圣灵的一个生命的灵的人 主啊愿你的灵不断充满我们 愿你的灵天天显为大 主耶稣你的灵在我们的心目中 照常显淡 大过我们老我 大过我们自己 大过我们血气 大过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件事 任何一件物 在我们的心目中 主愿你的灵照常显淡 主呢你的灵现为有能力 在我们的心目中 在我们的生命中 谢谢主 当然我们是口唱 心和生命 也跟随主我们所唱的 来建造自己 谢谢主 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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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名是耶稣 祂名是主 祂名是高国 祂名是耶稣 祂名是主 祂名是高国 所有的名字 祂名是耶稣 祂名是主 主耶稣 我们要感谢证明你的名字 是高过所有的名字 主耶稣 你的名字是高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管辖 在幼岸世界的主治的有能的 主啊你的名字高过一切 也高过我们自己 高过我们心目中所依靠的这些的诠释 主耶稣你的名字高过这一切 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谢谢耶稣 耶稣你是主 耶稣你就是主 耶稣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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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主 我下宝座 撒旦不是主 撒旦出去 离开我们 世界不是主 世界从我们心里面出去 属人意的 属血气 属环境的 属金钱的 不是我们的主 从我们里面出去 耶稣你是主 耶稣是主 耶稣你的名字高过一切 所有的名字 在我们的心目中 照常现代 因为只有耶稣能够解决 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 只有耶稣能够安慰一切的忧伤 只有耶稣才是从实力复活的救赎主 耶稣你是最大的医生 医治我们身心灵人生 各种的处境的救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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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主我王 更谢赞美主拍手 归荣耀给我们的父同心 阿们 阿们是耶稣 阿们是耶稣 我不再忧伤 他能抑制破碎的心 释放被掳得到释放 他能释放我们 从永远到永远 主耶稣的名字有能力 把我们从自我 老我 血气 肉体 散灯 各种的仇敌 杀害 厚切毁坏的身心灵里面 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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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耶稣有名字的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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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忧伤 不再忧伤 他能抑制破碎的心 是被掳得到释放 他能释放我们 永远到永远 他能抑制破碎的心 他能抑制破碎的心 是被掳得到释放 他能释放我们 永远到永远 永远到永远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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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 能够抑制我们破碎的心 耶稣是 能够使我们 从各种仇敌杀害 偷窃毁坏的 这些罪性 罪的诠释 造主里面 释放出来 阿妹 他能释放我们 从永远到永远 你愿意让耶稣来释放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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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耶稣来救你吗 你愿意耶稣来救你吗 我们用灵灵的身处 欢迎祂来释放你 来救你 来唱 大明是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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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不太悠哨 我们 拍手 欢迎祂来救我们 我们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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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祂来救我们 我们 我们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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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于忧伤 阿倫彼此脱水 心事被入地得到释放 阿倫释放 我们永远到永远 我看我们忧伤很少 但是被老我罪恶撒旦 肉体世界压制很多 对不对 对不对 要不要被这些咒诅黑暗罪恶的权势 压制里面出来 要不要 我们把我不再压制 把忧伤改成压制 阿妹 我不再压制 阿倫是耶稣来 阿倫是耶稣 耶稣 耶稣 我不再压制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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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压制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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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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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压制 阿倫 阿倫 是耶稣 耶稣 耶稣 罗 耶稣 祂能一直脱水 心思并固定的大十方 祂能十方 我们永远到永远 祂能一直耶稣 耶稣 祂能一直脱水 心思并固定的大十方 祂能十方 我们永远到永远 祂能一直脱水 心思并固定的大十方 祂能一直脱水 心思并固定的大十方 祂能十方 我们永远到永远 再一次就来祷告 祂能十方 我们永远到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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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釋放我們永遠到永遠 他也釋放我們永遠到永遠 向神開口祷告耶穌聖誠 耶穌感謝這美麗的名字是耶穌 耶穌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 從罪惡裡面救出來的救主 耶穌我們要求祢進到我們靈魂的勝處 進到我們內心的裡面 把我們從各種的罪惡 屬血氣的罪 屬老我的罪 屬肉體的罪 屬撒旦的罪 屬世界的靈的迷惑的罪 屬這個世上所帶來的世俗的情侶的罪 以及這些世界負貴文化的壓制的咒詛 救出來 釋放出來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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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祢用祢的大能的手 把我們的身心 心靈完全救離開這些罪惡咒詛的權勢 耶穌啊 幫助我們願意被祢救 祢要救 幫助我們柔軟謙卑的讓祢來救我們 我們處理這些污水的這些黑暗咒詛的罪惡 什麼耶 使我們背禮來結界 主啊也求祢來抑制我們破碎的心 求祢來示範我們的思想 從亂七八糟的混亂雜亂的仇敵謊言 精神思慮的捆綁恐懼害怕各種的仇敵 毀壞著思想精神情緒心理靈魂生命當中示範出來 主求祢用祢大能的手 用祢真理的靈 叫我們得到祢的思想 在思想上有祢真理的自由 在精神上有祢真理的自由 在我們的情緒上有祢真理的自由 在我們的意志裡面有真理的自由 在我們的靈魂的深處有救主的自由跟完全 主謝謝祢在我們的行為脾氣個性上面 有基督的自由跟完全 主祢名字叫耶穌 祢是大有能力的主 祢既坐在別人身上 祢也坐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示範我們從永遠到永遠 靠耶穌的名祷告 阿們 祢音樂 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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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 夏天真的感觉 主耶和华丽 能够活动 主耶和华丽 倒在我身上 一只破碎的虚拟 时尝悲如意难 手押着的自由主 夏天真的感觉 主耶和华丽 能够活动 主耶和华丽 倒在我身上 一只破碎的虚拟 时尝悲如意难 手押着的自由 夏天真的感觉 主耶和华丽 灿烂我 主耶和华丽 灿烂我 同身开口祷告 主耶和华丽 灿烂我 我身上抑制我破碎的心 示范我们被仇敌掳掠的这些捆绑 使我们从各种的压制里面得到自由 使我们心虾眼虾思想虾眼的蒙蔽 能够得着看见主你的荣光 主祢的伟大 主祢的圣而可畏的圣尊明 主祢的大能 好叫我们看见祢 就以谦卑的心 浮在祢大能的底下 也求耶和华的灵高摩我们 一致示范更新我们 拆解我们 适用我们 靠耶稣的灵祷告 阿们 我们请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 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三节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第十一章第一节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是 效法基督 我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跟随基督呢 跟随耶稣基督 因为他有永生之道 我们这一辈子看到人 人生中最大的 最严重的绝望是什么呢 就是死亡 当一个人死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了 所有夸口都没有 所有的美好的工作都失去了 那有没有人能够逃避掉这个绝望的结果呢 没有人逃躲得掉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世人 我们人生短短的一生 我们来到世界上 我们会遇到我们的家人 这么爱我们 我们也深爱我们的家人 然后我们遇到一些朋友 也非常的美好的朋友 但是呢 往远处一想呢 有一天当我们过世的时候 这一切都会失去 这么美好的人生 终究会失去 那我们多么的盼望说 我们跟我们所爱的家人 或是我们情感很非常要好的朋友 能够永永远远在一起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需要 永生的盼望 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拯救我们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永生呢 为什么我们人没办法活到永永远远呢 因为我们里面有罪 我们从亚当、夏娃他们被逆神 得罪神开始 这个咒诅就进入了人里面 我们就承受了这个咒诅 是从亚当、夏娃开始的 这个咒诅就是 人人都有一死 而且呢 死后还有审判 不但有一第一次的死 还有第二次的死 那第二次的死呢 更是判定下地狱 那更是可怕 所以我们人也是自古以来都想挣脱这个死亡 能不能胜过这个死亡 但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死亡的 人类会死的原因就是因为罪 我们会老化、会退化的原因就是因为罪 有没有人想过说人为什么会老化呢 如果人不会老化那多好呢 因为罪的关系 因为罪的咒诅里面 因为罪的咒诅里面 人一定会老化 慢慢的走向灭亡 所以在这段时间就是我们 能够寻求永生的机会 我们能不能找找永生 就在我们渐渐衰亡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不能找得到 永生的盼望 耶稣降世就是把这个盼望带给我们 所以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永生的盼望 将来有复活的盼望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跟随耶稣 只有耶稣能够带领我们 找找这个永生的道 为什么只有耶稣呢 那我们要去考察清楚 圣经上所有记载的 关于耶稣自己所教导的 所说的所做的这一切 我们仔细考察清楚 我们仔细的去查验 我们更加确信 他就是救主 就是能够带我们进永生的救主 因此我们是经过确信 经过考察 经过确信 我们就定义跟随耶稣 不再犹豫 不再三心两意 人不能够三心两意的够生活 人的生命一定要一心一意 竟永生更是要一心一意 就是耶稣 我心中就是认定跟随耶稣 专心一致 专心盼望 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我们的恩 那就是带来给我们的那个复活 专心盼望 专心盼望 Amen 那我们怎么专心呢 圣经上讲了很多道理 都会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呢 首先要清楚 我们要专心 专心一致 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 效法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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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效法基督呢 耶稣基督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是一个专心一致的生命 他里面在神面前 向着神的旨意 专心一致 所以他能够在走向十字架 在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 他不会 不会犹豫 他不会三心两致 他走向十字架的时候 他肉体虽然会挣扎 但是他肯切的祷告 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 保罗提到说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们效法基督 效法他的哪个部分呢 点点滴滴都效法 就好像在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 他怎么的坚定祷告 肉身虽然会挣扎 他坚定祷告 愿神的旨意成就 所以他能够好 信心充足 毫不犹豫的走向十字架 被定死 三天后复活 他的肉身呢 肉身呢 面对死亡的时候啊 一样是 这个肉身呢 没有办法 预料三天后会怎么样子 他只有一个 只能够专心 完全相信上帝 他只能这样子 完全相信上帝 因为他死了之后 他能为自己祷告吗 他若身死了之后 他没办法为自己祷告啊 他被祷告叫人死 一个死的死亡 拉撒路 他能祷告 吩咐他复活过来 但是他没办法为自己祷告 复活过来 他只有完全相信神 这个就是耶稣的榜样 他为什么能够得着复活 那我们呢 我们照样 我们必须学习 效法耶稣的这个生命态度 完全相信神的应许 让我们能够将来复活 那我们怎么 在进入这种完全相信 这种完全的信心之前 我们必须生命很多的建造 所以我们效法基督呢 可以让我们的全人 建造成一个信心充足的人 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 保罗这边讲的首先是 我们要效法保罗 效法保罗他怎么侍奉神 他怎么听从耶稣的命令 他怎么爱神 怎么尽心尽力的爱神 怎么爱人如己 怎么爱 效法保罗 所以这个效法的部分呢 就成为说 我们在走永生的道路上面 我们非常需要去建造 一个生命态度 我们里面的信心 就是要效法耶稣 那从保罗的生命当中 保罗书信里面呢 新月圣经呢 我们照样效法保罗的 种种生命的态度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 哥林多前书啊 罗马书啊 看《使徒心传》啊 我们不再像过去 像看电视连续剧 哦这个很精彩 很精彩 哇这个保罗 这个当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 不错 不是这种老我的观点 看这些书信呢 是要效法 效法什么呢 效法他内心的生命态度 你没办法效法 你没有办法效法 说他吩咐死人起来 你没办法效法 因为那种能力 是从上帝给的 但是你可以效法的是 保罗怎么样 在各种困难中 依然的坚定的 往前迈进 要把福音 这个复活的盼望 传给人 那这里面 我们需要做的功课 就很多了 我们需要天天 天天 耶稣教导我们说 要背起十字架 天天舍己 背起十字架 跟随耶稣 这个内涵里面 也是包括 保罗这边所讲的 效法耶稣 效法基督 不要再一直培养 那个老我 不要培养那个老我 那个老我不行 那个老我 很爱骄傲 那个老我 眼中看都是别人有问题 自己都很好 那个老我 欺负别人都不知道 那个老我 里面很喜欢玩那种诡诈 不要再培养那个老我 耶稣说 舍己的意思就是 就是定死十架的意思 把那个老我 彻底从我心中 把他处死 不要天从那个老我 所以我们 我们要定义 我不再顺从老我 我不再听老我 让老我在我心中 在我的生命里面 彻底就像一个被定死的人一样 那我老我定死 我需要一个新造的我 就是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的心 效法基督的爱 他里面 他里面种种的一切 我们好好去学习 这是我们生命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每一天 在心中建造的守卫 几乎是 就是跟耶稣有关的 敬拜他 还有一个就是效法他 效法他 效法他 这个要用心下去的 每一天用心 每一天就成长一些 那你如果都不用心 都不去效法基督 经过三年之后 你生命还是空空的 空长很多知识 但心性还是没有 还是空的 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呢 第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每一天 我们的心 都带着这个效法基督的心 每一天都想学习他 效法他 因为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子 我们才会得到那个 在基督里新造的 新造的我 我们才会建造起来 保罗这边讲的 该效法我 他前面一节讲的是 第十章三十三节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 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这边至少提到一点 保罗提到一点 我们可以效法他的其中一点 他凡事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他凡事所求的 所做的 都是为了叫人得益处 他凡事所做的 不是为了表现 我保罗好厉害 你看 我保罗好属灵 不是这样子 那凡事也不是到处挟管人 到处指挥人 不是这样子 保罗所做的 只求众人的益处 盼望他所 听过他所听过 听过他讲道的 他所接触过的 盼望每一个都能够明白救恩 能够找着救恩 这是保罗第一个 讲道该效法他的 他跟哥林多 哥林多人 讲这个事情 是很贴切的 因为哥林多人 在哥林多这个神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 我们知道说 从一开始 第一章就开始 保罗就提到他们很多问题 第一章 他们最主要问题就是 里面有纷争 第一章记十一解说 哥来世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就大家结党结派 纷争 每一个人很自我 纷争 那其实在哥林多教会 很多问题 保罗后面都一个一个解答 应该怎么办 那保罗解答那么多之后 那后来干脆跟他们讲 你们要效法我 你在老我里面 你只要在老我里面 你的问题永远一堆 要教导 要教导你们 永远教不完 你只要在老我里面 有问题 永远是每天 每次有问题 每个礼拜都有问题 每年都有问题 一群人在都有问题 永远教不完 为什么永远教不完 因为你们都在培养老我 因为你们都在看重老我 所以那个生命都更新不了 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 不要再去培养老我 我们的眼目啊 不要一直看着老我 老我可以过得好 过得快乐 过得舒适 我们眼目要看着耶稣 效法祂跟随祂 我们眼目看着保罗 他怎么在侍奉上 怎么跟随耶稣 看 你看到一个好的榜样 你眼睛会慢慢打开 不要看这世界上的 那么世界上很多 在讲究虚荣的事情啊 追逐这个繁华啊 你一直看一直听啊 你就一直想学那些东西 我们看 定心看 谁是带给我们永生盼望的呢 耶稣 这世界带给我们 没有什么永生盼望 耶稣 所以好好效法耶稣 好好效法保罗 我们生命中的确需要有效法的对象 我们生命就会走对 你若没有效法的对象 你会永远活在老我里面 不管教会怎么教导 教一点 学一点 又退回半点 再前进零点三点 光一点就可以交了好久 然后第二点就交好久 我跟你讲 交了一千点之后 你发现了 后面还有一千点 就每天这样绕来绕去 问题在哪里的 因为你没有把生命转向 去效法基督 去效法保罗 保罗的心怎么样 去体会 保罗的生命态度怎么样 去体会 就是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要成为像保罗这样自奉神 我要成为像保罗这样子跟随神 去效法去学 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很多问题 保罗前面跟他们讲的很多问题 包括在第十章的时候 都跟他们警戒 警戒 拿旧约的例子警戒 这些旧约的人 一样受过洗 受过神迹大门的这种很大的洗礼 那第十章第五节说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神不喜欢的人 可以说是神很憎恶的人 在旷野都倒闭掉 都死掉 所以保罗呢 用很严重的例子 在警戒哥林多教会的人 那时候 那时候跟着摩西出埃及的 要离开奴隶的这种生活的 想要跟着摩西去迦南地的 有多少人呢 人数有光是 就是男丁 成熟的男子有六十万 那时候统计上 比较不会去算妇女跟孩子 就算男丁六十万 六十万出头 超过六十万人 那这边第五节讲 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 所以在旷野倒闭 那多半是不喜欢的 是六十万人里面有几个人呢 你觉得六十万人里面有几个人 是神不喜欢的呢 多半 我们这边有十个人 那我们多半 顶多五六个人 我们想的很 我们想的很乐观 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 所以在旷野倒闭 六十几万个人 六十几万个人 几乎全部倒闭 只有两个人 六十几万个人里面 只有两个人最后进入迦南地 你觉得比例有多少 六十几万个人 只有两个人进入迦南地 其他的全部在神的列路中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倒闭 我们要饶记这个教训 我们还要在老我里面 绕来绕去吗 我们赶快致死老我 效法基督 我们讲跟随基督啊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就是效法基督 效法保罗 效法保罗 那在教会里面呢 你要效法那个属灵的 进迦的 那个不进迦不属灵的 离他远一点 免得你就是在旷野倒闭的哪一个 六十几万个 你觉得我们现在比那时候 机率上会比较好吗 比例上会比较好吗 六十几万个只有两个 进入迦南美帝 我们现在会比他们好吗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 教会界 整个全球教会界的神迹大能 比起来 整个加起来 远远比不上那个时代 为什么神迹大能很重要 神迹大能帮助我们 信心建立起来 说上帝说的是真的 上帝真的有能力 可以拯救我们 这个信心会建造起来 不是一个理论而已 但是现在的世代 神迹大能非常的稀疏 大部分的情况都是 有点像在这个 讲讲理论理论这样子 听听说说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信心就很可能 会跟那个在旷野倒闭的一样 六十万个里面 当时六十万个有两个 按照现在神迹大能这么少的情况 这个时代 那六十万个里面 可能一个都不到 可能六百万里面才一个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我们自己要警醒 我们自己要警醒 所以保罗跟他们讲得清楚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好好效法保罗是怎么治死了 我怎么跟随耶稣的 因为哥林多人里面很优秀啊 里面的很多这个商人啊 知识分子啊 这个地方上有名望的人 这个很优秀啊 所以他们一到教会来里面 互相学习互相模仿 就是我们这群人都太优秀了 很厉害的 那但是这些人的生命素质呢 没有一个人进天堂的 所以保罗跟他们劝 你们就效法我 这不得已的 保罗没有必要这样讲说 你们该效法我 你看保罗讲了这么多 教了这么多 最后不得不跟他们讲说 你们就效法我 因为你们这样学来学去 好像我讲都没有用啊 听不懂还出这么多问题 那很多很多的问题 后面也是一样 都是因为哥林多人的骄傲 老我产生的问题 从第十一章开始 就提到好多他们 关于聚会的问题 这边讲到这个 有一个现象就是 第十一章第五节 凡女人祷告或讲到 若不蒙着头 就羞辱子于头 这个呢 关于这个蒙头的问题 其实呢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没有 没有这个规矩了 但是在当时的 所以跟当时的文化是有关的 如果有女性 如果有女性 当时的文化上 女性 如果被邀请 邀请在会堂里面 去做祷告 或者是说 讲道 这个讲道 它的意义是属于 先知欲言的 先知欲言这方面的讲道 先知欲言 就是可能从神来的感动一段话 然后他们分享 那如果有女性 在当时是一定要盖头发 一定要有这个盖头的 一块什么布之类的 那我们不很清楚 是什么样子 那不蒙着头 就羞辱自己的头 那为什么要交这个问题呢 当时的 当时的这个习性 当时的文化 就是女性 要出来的话 要代表出来 祷告或讲道 那就是一定要蒙头 当时的规矩就是这样子 当时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可是有些女性就不认为 她就故意标心立意 她觉得我们哥林多 我们哥林多这个大都市 比较先进 我们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我们这边的人 就已经不再用那种盖头的 所以教会这个规矩 然后她就不理她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自我的想法 盖头跟不盖头 其实在属灵生命上 也没有什么差别呢 盖头不盖头 其实不会影响我生命里面 这个 老我能不能自私啊 但是这牵涉到当时的规矩 我牵涉到说我不守规矩 我要打破这个规矩 那这心态就不对了 它不对在这个地方 不是盖不盖头的问题 外表的打扮呢 每个时代会变化 我们现在时代 还是有现在时代的规则 大致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穿着上面 比较 我们弹性比较多一点 总是一个端装就可以了 不会特别 那有的教会呢 会比较看重 主日来的时候都盛装 主日来的时候穿着服装 几乎是那种 穿着结婚典礼那种服装 穿着宴会的礼服 有的教会是这样子 那有的教会呢 就是比较休闲式的 但是总是我们 总是不会太离谱 穿着很齐壮衣服 很特的 标心利益 很不当的 不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服装上面呢 我们知道说这个时代 我们有这个时代的 我们会在形象上 端装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生命上面 要把老我制式 不要这样自己的 这样自己的 因为穿服装嘛 穿衣服 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有些教会呢 在服装会上 会稍微定一些规则 的确有时候是需要 因为人多的时候呢 有些人想法就是 会坚持自己的 那我们 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呢 为什么不守规矩呢 不肯守教会的规矩呢 这个就要想清楚 我们那个老我有那么宝贵吗 坚持那个老我的想法 有帮助我尽永生吗 那我舍下那个老我 是不是能够帮助我更谦卑呢 我们想清楚 所以保罗在讲的 都是你们要效法我 就是你凡事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不要求自己喜欢 你喜欢怎么穿 不是这个 你要求众人的益处 你要求在属灵上面 整个教会上是有益的 那这个女人讲道 一位女性 起来祷告和讲道 这个问题呢 跟在第十四章那里 第十四章三十四节 刚好 刚好 这个 同时都提到 第十四章三十四节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前面不是讲到说女人可以讲道祷告吗 那这边为什么 那前面提到的问题是 有没有盖头的问题 那这边讲到的是 那女性在会中不能讲话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 前面那个祷告跟讲道 应该是 就是被邀请的 有些 有些女性的确在属名上面 很近前很有榜样 被邀请 那被邀请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 不要 那个老我一样的致死 不要在服装上面 就特别的飙心立意 然后呢 十四章三十四节呢 这个妇女 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这个指的 就是应该是这个 没有受邀请的 没有受邀请的 有些就说 我有感动 神给我一句话 就要开始发表了 那在当时的教会的规则 这是当时教会的规则 不是现在的规则 当时教会规则是 在圣徒在众教会的一样 不准妇女在聚会中讲话 就除了受邀的人 可以起来祷告 那其他没有受邀的人 就不准起来讲话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要知道说 里面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 并不是说这个男或女的问题 而是在当时的时代 当时那个环境 多半很多妇女是比较没有见识的 因为当时是个男性的社 男性的社会 在社会上互动往来的都是男性 整个人的互动之间 情况 人的关系 合宜的态度 男性是比较懂的 那妇女呢 都在家里 她就是丈夫 孩子 这样子 那现在教会里面 一个感动要教大家了 所以这个 在当时是觉得很不合理 因为大部分人 因为妇女在孩子 妇女在家里 她就是面对着丈夫 面对着孩子 那其实呢 她在家里是管家 对不对 这丈夫 这个 什么地方没做好啊 管丈夫 管孩子 管孩子 所以 她管一管管久了之后 觉得自己 很能够管别人 到教会开始管 这个情况其实是 很自然发生的 她觉得她很有见识 教会就应该这样 教会应该那样子 你们应该这样子 你们应该那样子 开始管 那这种现象呢 其实是变成一个困扰 所以呢 当时就说 这样子 当时统一规定说 妇女在聚会中 不要讲话 你在家里面 跟丈夫分享就好了 那 所以 妇女在会中说话 是可耻的 这并不是说 适用于一千年 两千年之后 而是在当时 是这个观点 那 我们在鼠淫上面 怎么学这个 在鼠淫上面 怎么看这个 其实在现在看的话 就是 我们如果在鼠淫上面 这不成熟的 没有见识的 就不合适 发表太多 不合适 发语 不合适起来 教大家 我们看到 其实在现在 还是有这种现象 我们有些朋友 新朋友来 来教会 多久 就很有意见 哇这个教会 这个灯怎么样 这个水怎么样 这个店怎么样 这个厕所怎么样 这个厨房怎么样 很多意见 很多意见 在家里管家 怎么管 在家里的事情 教会 是一个属灵的 学习的地方 任何事情的态度 必须在一个更新的生命 更新的生命态度里面去表达 不是我们来教会 不要把管家的态度 带到教会里面来 我们来教会是来服事 来学习生命 所以在教会里面 没有见识的 就不合适多说话 有些人习惯 很喜欢说话的 教别引导错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很多方面 我们继续要把它导回 我们以属灵的学习为第一优先 包括我们在爱愿在吃的时候 我们分享的话题内容 一样 我们不是在 不是这个 大家自喝 随必随意的盘谈 不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谈 但是不属灵的 生命态度 不尽情的生命态度 仍然是我们会引导 不合适 讲太多 这是我们在属灵上面学习 那如果说 我们是专心的效法基督的话 我们里面真的有专心 效法基督的信的话 我们来到教会 会很想学 而不是很想去管 知道吗 自然那个态度就想学 所以我们要专心 我来就是 我一个心要效法保罗 我一个心就要效法基督 放在我心中 那第十一章的 后面到十一辞七节 保罗又提到他们 圣参的混乱的情况 又是那个老我 又是哥林多教会老我 那他们这个领圣餐的时候 当时领圣餐是 是晚上 晚上大家领圣餐 然后呢 圣餐还没开始之前 这个大家都只会饿 所以有的人呢 就带便当来 带吃了 很多很多东西来 可能 好吃的 好喝的 什么都带来一堆 圣餐之前也吃很多 那有些 弟兄姐妹很穷的 来到现场的时候 就饿得肚子 这个很夸张 但是真的发生了 那这些人呢 说要跟随耶稣 但都不效法基督 基督会这样子吗 所以保罗跟他们讲 你要效法我 向我效法基督 你们效法保罗 那保罗在他们 带圣餐的时候 有给他们这种榜样吗 没有啊 所以保罗叫他们回想一下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我二十三节 这边其实不太容易 看出保罗的态度 但是保罗让他们回想到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是从主领受的 而且你看看我保罗的榜样 在圣餐的时候 我是用什么态度 我是用一个 能够自己省察 第28节 自己省察 省察 这是在纪念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牺牲掉 耶稣的血 为我们流出来 这是在纪念 一定要分省察清楚 如果不分辨清楚 不这样确定 态度不这样调整 对的 那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很随随便便 嘻嘻闹闹的 不认真 也不在自己的罪上面 能够彻底的翻行 纪念说 主将为我舍命 我要怎么样深深的悔改 归向主 不再去不去这样去行 所以这些人等于是 保罗说吃喝自己的罪 你们这样吃喝自己的罪 所以因此 第三十节 因此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的 愚患病的 就是里面有很多身体 很不好 但是不好的 是不太正常的 到正常不应该身体这么坏的 软弱的 幻病的 死的也不少 所以我们的身体呢 有好一些是跟这个 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态度错误是有关的 那我们如果分辨自己 我们先寻查好自己 我们态度跳对 我们带着尽情的心 特别是效仿保罗 当时在领圣餐的时候 他是怎么感恩的 那个生命态度 我们现在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在圣灵的感动里面 慢慢去体会 耶稣为我们牺牲的生命 我是不是应该要充满了感恩呢 充满了感谢 充满了感恩 是不是要为自己 这些不尽情的生命态度 很深切的悔感 很对不起他 好好效仿保罗 我们在教会好好效仿 那尽情的树林生命 不要忙着表现自己 活在老我里面 不要忙着顾念自己 老我活得快不快乐 你要好好效仿 至少你在教会 如果牧师是属灵的 你至少牧师可以学习 好好学习 第十二章呢 讲到属灵的恩赐 属灵的恩赐 就是圣灵所运行 运行在不同的人身上 所带出的一个属灵的能力 属灵的恩赐 这个属灵的恩赐 我们讲到说 它是圣灵的运行才产生的 所以呢 第七节 第八节呢 这边就讲到 这些圣灵的恩赐有什么呢 当圣灵运行的时候 有些人会得到一种智慧的语言 智慧的言语 有些人会得到知识的言语 那这些详细的内容 在刘牧师的 祷告一支童龙训练的课程里面 有第五课 有讲到这个 那我们这边只稍微提一下 所以圣灵的恩赐有 知识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然后呢 还有信心 再过来有医病的恩赐 有些人祷告 病得医治的这个效果 比方更明显更多 这是医病的恩赐 又教义的人行义能 就是行神迹 又教义的人做先知 有先知的恩赐 有辨别诸灵的恩赐 有说方言的恩赐 有翻方言的恩赐 那这么多的恩赐里面 保罗让他们知道说 这一切都是圣灵随己意运行 随己意分给人的 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分给不同人 那圣灵的意思是什么呢 圣灵的意思是什么呢 第七节说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所以哥林多人啊 你们这么骄傲 自我这么严重的一个教会 要学好 要明白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别的人 可以得到属灵的益处 属灵的益处是什么呢 他在神面前的信心更加坚定 在神面前呢 或者是能够得到神的安慰跟扶持 从神得到力量 得到益处 这边讲的都是属灵的部分 都不是属这个世界的部分 然后保罗再提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呢 第三节 第四章第三节说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 所以圣灵的运行里面呢 有一点很重要 耶稣是主 这一点 当神的灵运行的时候呢 你的里面 会被圣灵开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耶稣是主 那保罗提这个等于观众说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 你们一直注意自己 一直注意自己 哇 我这个里面能够医病 哇 一直注意自己 我一直炫耀自己 你们注意到圣灵 在跟我们讲耶稣才是主啊 我所有的这些恩赐啊 是归主权 归权品给耶稣啊 看耶稣怎么使用啊 不是让我去炫耀自己的 耶稣是主 耶稣要怎么用 我们要听从耶稣啊 对耶稣是主 对耶稣是主这个生命态度呢 要去建立起来 要去下法保罗 他怎么 生命态度里面 他是怎么活出耶稣是主 凡事会求问耶稣 凡事会求告耶稣 会问耶稣的意思 会去听从耶稣的 生命态度里面 耶稣是主 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要谨慎的每天去建造起来 如果你的生活当中 一直是自己是主 那这问题大了 这进不了天国 你的生命当中一定要调整 调整耶稣是主 我们是在主的面前 有个谦卑的态度 有个柔和态度 有个顺服耶稣的态度 听从他 对耶稣的话 里面是个顺服的态度 听从的态度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圣灵的恩赐呢 就不会弄得很混乱 那这次这么多的恩赐呢 在第28节里面 神不但赐下这些圣灵的恩赐 神在教会里面 还设立一些特别的 给不同的人 担任不同的位分 不同的功能 应该说不同的功能 神在教会所设立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第一是使徒 当要讲第一的话 是什么是第一呢 就是最重要的 或者是说 承担最大的 我们看这个世代很多 有好些人 就说 就把自己谁 自封是使徒 我是使徒 或是说把谁封 就直接称谁是使徒 使徒 我们 是不是使徒 我们千万不要自己 自己封啊 或是把人家随便乱封啊 他说这些人都是使徒 那如果耶稣不承认的话 怎么办 耶稣说 我没有任命你当使徒 我没有呼召你当使徒 你为什么支撑使徒呢 那这麻烦大 这就是 旺称主的名啊 知道吗 使徒的意思就是 我是耶稣所差遣的使徒啊 可能保罗 保罗就是使徒啊 那使徒所承担的 属灵征战啊 属灵的重阵啊 很大的 所以使徒先身上呢 会有很深的十字架生命的记号 顺服的记号 还有神迹大满的同在 因为耶稣差遣 保罗做使徒 耶稣会证明 会赐下一些见证 让大家知道 祂是耶稣所差遣的 那现在的人呢 我们就不要随便称自己是使徒 毫无意义 这个去求得 给自己封这个虚荣的名啊 不但没有意义啊 而且是得罪上帝 妄称耶和华的名 妄称主的名 其实主没有拆他 没有呼召他 没有任命他 是他自称的 那这罪就严重了 先知一样 我们不要自称自己是先知 我们偶尔可能会有一个先知性的 因为我们偶尔都会有圣灵的感动 从圣灵来的话 或先知性的话 这是偶尔会有 但是呢 我们不要讲说 我们是先知的职份 那个问题大 先知的职份是查验的出来 旁边的人查验的出来 那照我们现在看呢 现在世界上还蛮多使徒的 自称使徒 但是我们看呢 一点都不像使徒 而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一套 那个是得罪上帝的 先知、教师、习义能 不管是什么位置 不管是什么位置 保罗就要他们学习 学习保罗的榜样 保罗都是使徒 那保罗生命的谦卑 多么的在他们面前 让他们可以看得到 保罗生命的敬虔 这都是效法的重点 那保罗跟他们提出 所谓第三十一节 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 就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 你的生命态度是对的 生命态度是对的 这个很重要 你的生命态度是 真的是 成心敬拜主的 成心是不求自己益处 只求别人能够得救 舍起杯子十架 跟随耶稣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生命态度 保罗跟他们鼓励说 你要求纳更大的恩赐 更大的恩赐是做什么 去荣耀自己吗 不是 更大的恩赐是盼望 能够带给更多人有属赢的造就 或更多人可以得救 所以你们要切切求更大的恩赐 可以帮助更多人 这是生命的内涵 那保罗记者说 我信你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就是他们在效法保罗的里面 保罗更把一个重要的内涵 他们只看到保罗神经大能 讲的道这么有能力 他一讲道人就苏醒过来 一祷告神经大能就出来 保罗使徒的能力 让他们看到 哇这个犹在里面 就看表面很羡慕 但是保罗跟他讲说 我信你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就你们效法保罗呢 效法什么部分呢 最妙的 就是最美妙的 那内涵是什么呢 就是爱 第十三章 讲道就是爱 不管你是方言恩赐很丰富 如果没有爱 就什么都没有用了 一点没有用处 那如果有先知讲道之能 能力这么强 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知识 而且信心充足 信心非常大 却没有爱 就算不得少 一等没有 等于是一个无用的人 没有用处的人 没有属灵的用处的人 知道吗 很会讲道 能力很强 信心很充足 但是里面 心里面没有爱 没有爱 那这是一个 在上帝面也是一个无用的人 第三解说 另外一种呢 我将所有的周记忍 我这个乐善好食 我对穷人就是很多的关注 给他们很多的接忌 然后又舍起声叫人焚烧 又自己很这个 很愿意这个辛苦的 去得意帮助大家 白天晚上 就竭力的帮助 帮助这个帮助那个 做了这么多 却没有爱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当然有啊 保罗他也讲 那我说 我把钱接济穷了 不是一个爱心吗 那我热心服务 不是一个爱心吗 保罗在跟我们讲 什么才是真理的爱 你在热心服务人的时候 可能心中是没有爱的 什么爱呢 保罗就从第四节讲了 这个爱呢 当然 第一个是 耶稣讲的是 尽心尽力爱神 第二个是 爱人如己 在这两个部分 那这样子的爱是怎么样 爱 我们会有很久 我们会有耐心 很久的耐 我会有很深的耐心 那我们要解释说 我这么多 我做这么多 我这个终极穷人啊 很热心服务啊 我对这么热切啊 这个热心公义啊 然后我都会说 我讲道 然后我很会说方面 这么多的才干恩赐啊 那 我要看看说 我里面有没有爱呢 就看我里面生命里面 也没有个耐心 耐心啊 还是我很急躁啊 有没有耐心啊 第四节 我对待人的态度 有没有个恩赐的态度啊 还是一个很苛刻 压制人的态度啊 我接近人 帮助人 那我里面态度 是没有个恩赐的态度啊 那我里面会嫉妒人吗 对别人嫉妒 别人做得比我好 会不会嫉妒呢 或是自夸 彰晃 很夸我自己多厉害 做得多好 一直夸自己 一直夸自己 十分钟的讲话里面 有八分钟是在夸自己 剩下两分钟呢 还是在讲自己 一直夸 自夸 有更严重的彰晃 我行事为人 会不会做一些很丢脸的事情 很羞愧 让人家看得觉得是很羞愧的事情 虽然我能力这么强 我是不是都在求自己的益处啊 我生命里面的态度 动机是不是都求自己的益处啊 我是不是很容易就发怒 动不动就发怒啊 我是常常计算人家的这些恶 第六节 我是不是 我在做这些 就是帮助人的里面啊 在这个 讲道的 这么才干能力里面啊 或方言啊 这种天使的话语里面 我的生命态度 我的事奉里面 我的生命态度里面 是不是对不义的事情啊 都不在乎啊 你看到爱心在哪里啊 就在讲爱啊 我是不是对不义的事情 有很多人 有些人做事 只求表现 那中间很多不义的态度啊 中间过程很多不义啊 不在乎 我是不是不在乎啊 如果我们都没有行在真理中 我是不是不在乎呢 我这种生命态度 这是没有爱 这是不懂的 真理的爱 那 凡事包容 凡事 这个包容 有点 属于意义上 有点像那种 承担 我是不是有那个承担力 愿意担待 还是逃避责任 我赶快逃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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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完之后 该承担责任的时候 赶快逃 赶快溜 凡事相信 我们真的是相信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话吗 我们凡事盼望 我真的是专心在盼望 那复活的应许吗 凡事忍耐 这个忍耐是坚忍 我是不是坚定的守住 信同耶稣的道 这个就是爱的内涵 爱 这个 所以你看看 我们里面是什么爱 第四节 爱 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 就是不嫉妒 爱 不自夸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第五节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会轻易发怒 不去计算人的恶 第六节 爱 不喜欢不义 就是很厌恶那不义的事情 不义的态度 只喜欢真理 单单喜爱真理 第七节 我 里面有爱 凡事 我都愿意去承担起来 我愿意担待起来 你有这个心吗 还是逃避 选择我要的就好了 选择我想做的就好 选择轻松的事情做就好了 我有那种承担吗 凡事都承担起来 愿意承担的态度 凡事 我相信耶稣所说的 我相信耶稣的应许 我凡事就是盼望 专心盼望 专心盼望 耶稣所带给我的 那个复活 我凡事 不管多辛苦 不管遇到多少事 他多少艰难 我凡事坚定 坚定 耶稣的道 坚定 听从耶稣 不听从仁义 单单听从耶稣 我们是这样子吗 爱是永不止息 爱永远不会消失或停掉 爱永远不会忽有忽无 我们对人的爱行 你说你爱牧师 不会忽然有忽然没有 不会这件事情上面很爱牧师 那一件事情上面一点都没有爱 爱是从内部的 知道吗 爱是在我们里面的 我里面有一盏灯 这个灯就永远亮着 我里面有爱 爱就永远在 所以我们要去 从内心里面去建造 我真正爱的话 你看父母亲对孩子的爱 有没有 父母亲对孩子的爱 会不会忽然有忽然没有呢 早上有 下午没有 晚上有 父母亲对孩子的爱 在家里有 在工作的时候还是有 出去旅游的时候还是有 还是想爱孩子 会不会停掉呢 爱是永不止息 你真正的爱也不会停掉 你真正的爱耶稣 不会来教会的时候表现一下爱 回去之后消失了 不会 你回去之后一样是 那心对耶稣的爱很久在里面 一直在里面 对耶稣的爱 那个爱也带来我们很想爱慕去效法耶稣 爱是永不止息的 那我们就有得救的盼望 把这样的生命建造在里面 第十三节说 如今长存的 有信 有望 有爱 就是信 就是信从耶稣的生命 信从耶稣的这种信心 信从耶稣的话 长存的 在我们基督徒 我们真的想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心中 一直会存在我们的心中 最明显最明显的三个 这长存一直存在我心中的 我们永远不会去忘记的 信从耶稣的生命态度 对耶稣的信从 我永远不会消失掉 一直在我们的心中 对耶稣要带给我复活的盼望 我一直放在心中 我一直持守在心中 我等这个盼望 还有一个 我对耶稣的爱 永远在心中 我也知道耶稣对我的爱 祂对我舍命 舍下祂的生命 祂给我的那个爱 我也永远存继在心中 我永远感恩 所以我永远爱耶稣 这三样都会一直在我心中 在一个想尽永生的生命当中 其中最大的是什么 最大的就是爱 最重要的是爱 最大的能够持守 帮助我们 持守这个信心 信从耶稣的信心 帮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 看见这个盼望的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爱 爱耶稣的心 把爱建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充足地建造起来 我们每一天在世上好好建造 我们一定会走在一个安全的 回天家的路上 如果失去这个爱 就是一个危险的记号 我今天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效法基督 我们效法保罗 他怎么爱耶稣 我们效法基督 他怎么爱神 他怎么把他的爱给了我们 我们在世上好好地去效法 去学习 感谢主 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这世界和其上的事 都要过去 唯独神的道永远长存 Amen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希望这些话 声音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 主我爱你 Amen 主我爱你 我尽快爱你 唯有你 Amen 主我爱你 我尽快爱你 唯有你 Amen 主我爱你 我尽快爱你 唯有你 Amen 我尽快爱你 尽快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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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祢 陪到祂 祝我爱祢 我敬拜祢 唯有祢 陪到祂 祝我爱祢 我敬拜祢 唯有祢 陪到祂 祝我爱祢 陪到祂 祝我爱祢 陪到祂 祝我爱祢 余祝 我敬拜祢 我愛你 唯有你的慘悲 主我愛你 我請拜你 唯有你的慘悲 主我愛你 我請拜你 唯有你的慘悲 你真悲悲 唯有你的慘悲 主我愛你 我請拜你 唯有你的慘悲 唯有你的慘悲 主我愛你 我請拜你 唯有你的慘悲 主我愛你 我請拜你 唯有你的慘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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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愛你 我請拜你 唯有你的慘悲 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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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圣祢把神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使我们从心里 从情感里面 切实地来爱主 来守主道 谢谢主 因为你配得我们来 爱的 你配得我们来敬拜 你配得我们来赞美 来跟从的 谢谢主 也求主赐给我们 对主的爱 对主 有信实 靠耶稣的名 祷告 Amen 我愿信实 我愿信实 活出主圣节 我愿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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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实 我愿信实 求主 愿主 我喜悟 甘求主 依你大人 多余地 我愿心事 我愿战事 求主使我夺处离身边 我愿心事 我愿战事 求主使我夺处离身边 感 求主 求你随意我心所救 感 求主 求你随意我心 逗你的道路 我愿心事 我愿战事 求主使我夺处离身边 我愿心事 我愿战事 求主使我夺处离身边 感 求主 求你随意我心 感 求主 求你随意我心 我愿心事 我愿战事 求主使我夺处离身边 我愿心事 我愿战事 求主使我夺处离身边 感 求主 求你随意我心 感 求主 求你随意我心 我愿战事 我愿战事 求主使我夺处离身边 我愿心事 我愿战事 求主使我夺处离身边 求主使我夺处离身边 感 求主 依战事 感 求主 依战事 感 求主 依战事 莫夺处离心 感 求主 依战事 依祢大白 祝我 祝我 祝你 我愿心事 我愿真事 求主使我 祝你 善恋 我愿心事 我愿真事 求主使我 祝你 善恋 求主 求你 善恋 我心 善恋 我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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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善恋 慈爱的主 谢谢你一次 两次 呼唤我们 要现实 呼唤我们 要真实 呼唤我们 要活出你圣洁 呼唤我们 走你的道路 求主 赦免我们 生命 活在 心口不一 存虚妄的 心 行事的 这个罪 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使我们愿意悔改 离开 心口不一 存虚妄的 心 行事的 这些 黑暗 跟捆绑的 罪 就我们 离开 这一切 使我们 心口一致 行为一致 向主 向主的话 向主的 性情 效法基督的 信实 效法基督的 诚实 效法基督的 诚实 走基督信实的 生命的路 走基督真实的 生命的路 走基督圣洁 生命的路 主啊 让我们 心口一致 要对主说 主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 心 使我们的 口跟 行为 主啊 我们要对你说 我们要 对主 信实 对 我们要 对主 真实 对 我们要 靠主 效法基督 活出主 你圣洁 存全的生命 对 我们要 效法基督 要 跟随主 你走 生命的道路 直到 得救 得永生 回天家 求主 帮助我们 靠 耶稣的名祷告 阿妹 崇拜后仍安到 赴堂参加 主日分享小组聚会 会后简单的爱宴 下午有圣公服侍 本周二下午2点 敬拜导读圣经的小组聚会 会后有服侍操练 请参加 预备心 周三周四有 财团法人圣公资料 要来完成之后 要送县政府 请代导 让这一切 和神的心意 和政府的规定 顺利通过 阿妹 周五下午2点 我们有 北港竞宣教读 北港竞宣教会 读圣经祷告会 会后仍然有服侍操练 请预备心 请参加 下主日 波丙主日 请预备心 参加 纪念 十教的主 继续 请为我们教会的 圣公会 经常会 带导 求主继续 丰富供应 以上报告 就到这边 下边 预备心 来奉献 Naj Lucas 我愿心事 我愿战事 求主使我 求祢 求祢 我愿战事 求祢 我愿战事 求祢 我愿战事 我祝祢神殿 看救主 以祢大爱 祝我心 看救主 以祢大爱 祝我为祢 我愿心事 我愿真事 求主使我活祝祢神殿 我愿心事 我愿真事 求主使我活祝祢神殿 感救主 求祢吹起我心所求 感救主 我愿心事 我愿真事 求主使我活祝祢神殿 我愿心事 我愿真事 求主使我活祝祢神殿 感救主 感救主 以祢大爱 祝我活祝祢 感救主 一代脱离 我愿心事 我愿暂时 求主使我保住你身体 我愿心事 我愿暂时 求主使我保住你身体 安久主 求你吹离我心所交 安久主 以命我心 求你吹离我心 求主 求你用清水洁净我们 灵力生命一切的污秽 和出去我们心中 以别物别事 别的人 别的价值观代替主的偶像 也出去我们的肉体跟食心 把我们的内心 求主赐神的能力 拆毁这些的权势 离开我们的内心 离开我们的灵魂生命 也求主 在新的一年 求主赐下 求主赐神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从你得洁净 求你赐下 向着基督诚实柔软的心 也赐下在基督里的心 基督里的新的灵 也把神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愿意效法基督 使我们从心里面 清掉一些误会垃圾之后 我们的新尊主伟大 我们看见荣耀的基督 欢迎荣耀的基督 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来 做王掌权 做我们的救赎主 做基督 来救赎我们 来帮助我们 做我们的王 做我们的神 做我们的主 让我们来效法基督 求神赐神的能力 帮助我们 一直帮助我们 用信实 用真实 用圣洁 来跟随基督 走基督 要我们走的 属基督徒的生命的道路 谢谢耶稣 也赐给我们 教会一切圣工的需要 我们献上感谢 也谢谢主 祢赐给我们个人 跟家庭 一切的需要 我们都要献上感谢 谢谢祢 我们把祢所赐给我们的 献给祢 求祢捷征 求祢分别为圣 求祢悦难 求祢使用 做祢的圣工用途 也求主 祢祢赐福每一位 甘心乐意奉献的人 从基督的生命里面 得到基督丰盛的属灵生命的祝福 靠耶稣的名祝福 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在天上得父 愿人都尊敬祢 愿祢的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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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我们遇见世界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力榮耀全世界的直到永远 我們用主導文為兩岸的關係 非常的緊張來禱告 每天也為我們全球的仇敵要殺害偷窃毀壞 引起各種的戰爭鬥毀的這些罪惡的權勢 我們用主導文求神的能力破掉這些仇敵 在各國在兩岸之間的 這些殺害偷窃毀壞的軌跡跟權勢 用主導文天天在家 為兩岸關係為國際情勢來禱告 願神的旨意願神的國度 臨到兩岸的關係跟全球 Amen 願主赤下神的靈神的能力幫助你 使你的心跟欣慰能夠效仿基督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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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心切慕作上你 我的心可享受的神秘 我的心可享受的神秘 imi 除了自然 我心切慕作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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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祢 荣耀 荣耀 赞美祖 主啊 我喜归拜祢面前 我的礼 羡慕主的天地